西隆屋玉井发生大地震 民众受困屋顶 空中勤务总队直升机救难人员 以垂钓方式顺利将受困民众救出 紧接着电链车发生出轨意外 消防局救灾人员也动员各项机具 进入车厢抢救伤患 这是金融市政府举办的民安7号演习现场 希望借由模拟建筑物火灾及人命抢救等 16种情境状况演练 让军警消与地方政府及民间救援单位 在面对实际灾害发生时 能做出更好的应对 亲自出席视察的总统蔡英文表示 这就是演习的目的 在预防灾害发生工作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要让救灾救难的能量不断提升和精进 才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能够降低伤亡和损失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 只有透过反复的演习 强化政府各单位跟民间的连结 才能加快动员救灾的速度 增加我们灾害应变的任性 担任演习指挥官的金融市长 刘昌强调 金融市政府虽然经费有限 能全力添购各项适合金融环境的救灾设备 以确实发挥作用 刚刚大家可能看到演练的过程里面 有许多的一些防救灾的器材跟器具 跟其他的县市 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这是我们在基隆 落实在防救灾的工作当中 我们要求一定要实用 要有用 要好用 所以因地制宜 我们佩服了许多 我们所有的灾防的 这些弟兄人员们 在食物救灾经验上面的一个回馈 那在我们的装备的采购上面 也进行了修正 对于逼真的演习过程 蔡英文非常肯定 更直夸基隆市长刘昌 送给全市小一新生防灾头套 及提高消防局救灾设备 妥善率的做法值得鼓励 尤其是我们市长的用心 无论是在我们的装备 以及人员的训练 还有很贴心的 对我们的小学生 所准备的裤套等等 都是可以看得出来 基隆市在我们市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所有的同仁都能够细心的 来为我们的民众做最好的准备 在林又昌等人陪同下 蔡英文也亲自向参与演习的各单位人员表达感谢 更希望借公开演习提升民众防灾意识 有效保障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张旗潘 记者张旗潘记录报导